两岸关系紧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天前发表对台演说 强调一国两制是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 引起重大议论 然而美国前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顾问博斯科 认为中国不断透过各种方式对台施压 因此美国总统川普在新的一年 除了要解决朝鲜核武危机之外 也得确保台湾民主不受重大威胁 根据德国之声报道 博斯科在美国媒体国会三报发表评论 他提到中国正努力在国际上孤立台湾 也透过政治与军事上的动作 不仅试图透过舆论影响台湾选情 也多次派战机或战舰到台湾附近的领域 刻意升高台海紧张程度 博斯科分析 由于中国认定美国不会真的介入两岸冲突 再加上美中两国在军事科技上的差距缩小 所以北京才会出现挑衅美国的鹰派言论 他认为川普应该要在2019年明确宣布 捍卫台湾的决心 并誓言在任何条件下都会帮助台湾抵御外来侵略 即便现在中美正处于贸易谈判期 美方短期内在台湾议题上做出重大决策 可能会影响谈判 不过长期而言会对美国有利 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之后 如今外界相当关注两岸统一的可能性 英国诺丁汉大学当代中国研究学院研究主任苏利文 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习近平的演说显示了中国对两岸现状已经开始不耐烦 习近平必须在二十大时拿出政绩 这也导致他在台湾问题上必须有所作为 苏利文说一国两制在台湾普遍不被认同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都不敢轻易支持 因此中国政府必须明白 假设国民党赢得2020年总统大选 也不代表两岸统一 在台湾突然变成一件可能实现的事 随着2019年新年来临 两岸关系未来会有何发展 外界都在看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 新闻时事报